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果青寺 在我国的浙江省 说到这个寺庙 它的来头也是不小呢 因为这里有过很多有名的和尚在这个寺庙里面待过 比如说我们通过各种的影视剧了解到的一位和尚 纪贡 他的景观是非常壮观的 来到这里的游客都流连忘返 被他的气势深深的折服 总之这个寺庙就是很有名的一个了 南普陀寺 在我国的福建省 这个寺庙相比较其他的寺庙 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不收门票 这样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带着一颗虔诚的心来到这个地方拜一拜 顺便来参观这里的景色 寺庙的建筑很有特点 给人很庄严肃静的感觉 来到这里的人们都会不自觉的变得安静起来 这样也才能够仔细的倾听内心的声音 这个寺庙的游客也是非常的多 可见来这里许愿是很灵的哟 少林寺 说到这个寺庙 中国人对这个名字都非常的熟悉吧 当年的一部电影《少林寺》也造成了万人空巷的效果 中国人对于少林寺的印象就是非常深刻的 在很多的武侠小说里 这里也是村武林高手的地方 虽然它剧中的形象很好 但是实际的管理上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得到了一些网友们的诟病 但这都不会给它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 毕竟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去处 能够让人们放下红尘中的事情 来到这里图个清静 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 寺庙的事情就讲到这里啦 小伙伴们有什么要说的 就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吧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